酒迷 魏龙豪 吴赵南河说 酒康造酒 琉璃饮吗 对 据说呀 当初的酒里头啊 加了四种骨头 呦 哪四种骨头啊 有蚊子骨头 猴子骨头 狗熊骨头 跟老虎骨头 怎么知道加了这四种骨头呢 改天啊 您留神您注意 那天天喝酒的人呢 刚开始喝 没什么 只要喝的一过量 那股性就发作了 明明只有四两的酒量 要是喝五两 这毛病就来了 大哥 我这人呢 没毛病 就是啊 还喝几瓶 对 这个酒 酒嘛啊 这个 有个意思啊 得 前三皇后五弟 第四口歌仔戏 他全响起来 在你耳的旁边啊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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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没个完了 哦 您说这个就是 蚊子骨头发作了 哦 再继续喝一两 得 这脸呢 也变成茄子了 这脖子也粗了 又挠腮 又抓脸 哦 您这个是 猴子骨头犯劲 你瞧哎 是 如果接着再让他喝两杯 怎么样 他是又伸手又动脚 啊 这嗓门也变了 啊 哎 大哥 我呀 就是 哎 喝两杯 哎 哦 喝好 甭说 这是那狗熊骨头折腾的 对 这时候啊 您可千万别让他再喝了 如果他要是还喝呢 那您赶紧跑吧 怎么呢 等他那老虎骨头一犯了劲啊 你非哀嗽不可 哎呦 受不了 要不怎么说这喝酒 喝多了它会害人呢 哦 这么说 少喝点可以 嗯 当然可以 这个酒啊的确是药 嗯 少喝呢 有好处 它可以输菌活血 哦 别多喝 对 喝过了量 不但对身体有妨碍 而且还耽误事 酒醉如小死啊 喝醉了 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喝多了 有时候还会吐 哦 倒酒 那醉伤身体了 哦 说不定这一病就是几天 花钱找醉的时候 这吐什么许的呢 有时候醉了呢 口不择言 嗯 说什么 他自个儿也不知道 嗯 也许因此 而把个挺好的朋友 给得罪了 那多划不来呀 酒喝多喽 弄不好呢 或许还变成个废人 废人 啊 这个人要喝酒成了迷喽 啊 那还不报废吗 有酒迷吗 有 过去在北京的时候 嗯 我们有个街坊 就爱喝酒 这个人就成了酒迷了 您说说 这个人迷酒迷到什么程度 这一般人最爱喝的吧 嗯 顶多也不过每天喝三顿 是啊 我们这街坊爱喝酒 那都喝出了圈了 他怎么个喝份呢 天天啊酒不离嘴 脖子上挂着个葫芦 口袋里呢装着十几个瓜子 走一步得喝一口 啊 穿口气也得喝一口 是啊 少说着 这一天要是没十斤酒啊 他就活不了了 火 哦 别看酒喝得多哦 他可不吃菜啊 只几颗瓜子啊 他能吃三天 哦 这要是来块豆腐盖呢 那起码能过半年 好嘛 哎 那么 他这么爱喝 到了睡觉的时候 该不喝了吧 不喝 那能睡得着吗 做梦的时候 都得来点酒甚至 要不然连梦都做不安生 睡着了怎么喝呀 哎 他有主意啊 嗯 做了个木架子 放在床上 嗯 上面呢挂了个瓶子 就跟那医院里打盐水针用的那一样 嗯 里边呢装满了酒 下面呢接个皮管 嗯 中间要个小玻璃葫芦 啊 这皮管一头呢 安在那瓶子上头 嗯 一边呢把它含在嘴里头 一滴一滴往嘴里头晒 嘿嘿 这一宿他睡得美极了啊 可不天也亮了 他也醒了 嗯 正好酒瓶子里的酒也完了 嗯 起来再把那葫芦挂脖子上 哦 接茬喝 他们家的日子很富裕 哦 父母早亡 嗯 就是哥俩也没分家 啊 这哥俩呢也都娶了媳妇了 嗯 由他哥哥大爷管家 哎 家里面开这俩买卖 嗯 有一个杂货铺 还有一个糟缝 糟缝什么叫糟缝啊 烧果就是做酒的 哦 怪不得呢 酒迷喝酒不花钱嘛 他是二掌柜的 这哥哥嫂子经常劝 嗯 他老婆可不敢劝 哦 为什么呢 怕老虎骨头发作了那活不了啊 哎呦 真打呀 有一天他哥哥劝他 嗯 兄弟 你天天这么喝 这可不是个事 是 把人都喝废了 可不是 你什么事也不能做了 哎 要说咱们这个家子 别说你一天喝十几斤酒 嗯 你就是一天喝个板八十斤的 嗯 也供得起你 对 哥哥绝不心疼钱 嗯 可是你得想想啊 要照你这么喝法 你这辈子不完了 不报销了吗 他哥哥这是心疼他 哎 哥 哎 你别这么以为我真有这脚眼 哎 其实我喝不喝这都没关系啊 我这纯粹是这个心瘾 哦 他这还心瘾呢 哎 要喝 我一天喝 喝个三十斤五十斤呢 这也算不了什么 哦 要 要是不喝 我这一年 我也不想喝 哦 是这样吗 行了兄弟 你还一年呢 晚上睡着了你还得干二斤半呢 那不假 哎 哥哥 哎呦我绝不糊弄你 你也不意思吗 打面起 我 就 戒酒 那戒得了吗 你说戒酒啊 你已经说了好几回了 你哪回戒成了呢 哎呀 说过了就忘 哎呦不 哥哥这回真的哦下了决心了哎说完了这话一摔那酒壶出去了啊大家伙以为这下可好了嗯这下可糟了怎么呢三天三宿没回家家里这个机哟哟他跑哪去了最后在烧火那把他给找住了这到喝酒省的跑路了他哥哥是真火了啊兄弟啊你怎么得了哎我看你这家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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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条命啊非送在这酒上不行了这么一拍桌骂上他了没有啊念了四句诗哦 穿地莫滩瘫瘟头春什么叫瘟头春呢这瘟头春就是酒啊哦穿地莫滩瘟瘟头春嗯多致绫罗穿在身哦且看如今世间是只认一扇不认人哦这是劝他少喝酒多做点好意 医生穿穿脚迷一听怎么着多致好医生啊那有什么用啊脚比医生强多了嗯脚迷高兴他也给来了四句诶他怎么说的嗯医生只爱瘟头春嗯不爱绫罗穿在身你瞧有朝一日人佛这医生也要 嗯画灰尘 这是跟他哥哥唱反调啊 他哥哥一听啊嘿你是气人呐哦衣衫也要画灰尘这么说你是非喝不可咯嗯 兄弟要说借你是借不了了你是非喝下去不可了嗯嗯对啊 哥哥嗯 嗯借不了了好借不了酒了嗯嗯借饭容易借酒恐怕难了要想不喝了那除非是老和尚看家庄这话怎么讲咱们下辈子再说吧哦表示了决心了好喝喝喝我就叫你喝我会让你喝痛快了哎这是什么意思 他哥哥叫人呢弄了一个大水高啊粗的俩人都搂不过来呦一人来高啊找了个钢盖嗯中间呢攥了个眼儿哎叫烧过的送来五百斤老白干啊往钢里头这么一倒啊差一尺多点就齐了钢口了哦叫酒迷过来干什么呀他叫酒迷把医生脱下来哦脱医生干嘛呀这酒迷也纳闷啊嗯嗯脱啊嗯脱不脱呀 哎掌胸胸为父啊嗯酒迷也不敢降啊嗯只好把医生脱了嗯跳过钢里去给我啊啊嗯跳过去嗯爬进去好了啊啊酒迷就爬进去了啊啊啊啊他哥哥叫人把钢盖一盖嗯找了办事磨了嗯磨眼啊对准了钢的那个钻的那个眼啊往上这么一压啊亲笔写了四张封条哦四周围一贴啊 把酒迷就泡在那酒缸里了哟他哥哥跟家里所有的人说啊谁也不准撕掉封条是谁要是把二爷给我放出来嗯我就把谁泡这酒缸子里了哟那谁受得了啊是啊泡俩钟头那就不成罪机也成罪谢了那可不大爷叫人走开了嗯谁别管酒迷那大伙儿子可是散喽吧酒迷站在酒缸里这回可随了心了啊这酒呢 刚刚刚到他下不可随了啊这一滴头啊嗯嗯一口酒啊嗯嘿有意思嗯老白杆还真是个锅头啊哦他还那平味呢嘿这回呀就更方便了嗯省的那个脖子呢老挂着那个葫芦嗯那多麻烦这多好啊嘿他在钢里头过足了隐了 到了后半夜大伙都睡了啊酒迷的老婆可急了嗯心里想完了啊多半天了不醉死呢也得泡死嘿他在世啊虽然是不务正业嗯可总是夫妻一场啊哎伤心呐哎呦我去调集调集他吧夫妻总是夫妻嘛这酒迷老婆啊到了钢边嗯一听这里边啊嗯没有动静啊完了哎大概过去了 心里这么一难过呀啊啊顺嘴可就来了四句诗哦他也会作诗人家娘家也是读书人嘛哦他这诗是怎么做的哥哥说话你不听因此把你泡酒中嗯夫妻若得重相见除非三更梦魂中要想再见呢只有梦里相逢了哈哈哈哈 他老婆在外边哭的这声音啊念的诗这酒迷全听见了哦他没死呢哎他这眼泪也下来啊哎都因为我爱喝啊让我老婆跟着我受罪你跟我怎么对的气人呢天良发现他老婆外头那还哭哦酒迷一想这我得告诉他啊我还没死呢也得找个机会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在缸里呢怎么劝呢 这酒迷啊对着钢盖上的那眼啊哎哎这么喊能听得见吗哎呀他老婆听见了啊赶紧擦眼来啊哎呦赶紧没死还活着呢笑了搬着个板凳啊就爬他这水缸上他去了哦他高兴了这老婆呀把耳头啊往上他墨眼那一凑嗯想听听这酒迷要说什么哦他怎么安慰他老婆呀他在缸里啊也做了四句诗怎么做的啊 味道 Ana事情 但是这个剩下的那个所有时期有一些掉到的那个顶利 mieux做的干�rib them凝问她哎什么呢 然后我就把妈妈的 category老婆 和他在网上请问啊 date 于aga